然后它可以指引你往哪边的方向去走 然后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看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汽车的自动化这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汽车 它一直没办法做到自动驾驶 但是其实像2013年年底的时候 Volvo已经开始在北欧这几个重要的城市 已经在推了100台左右的汽车 在做100公里左右的 就是人不用这样开车 然后自动这样驾驶 它里面整合了非常多的一些地图的系统 或者是很多的sensor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未来这块会发展得非常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很看好一个就是说 O2O就Online to Offline 或是Offline to Online这件商机这样 举例来说像可口可的去年 有推出一个很有趣的应用服务 就是说你只要在家里 结合上你的Google Earth的一个功能 你只要申请一组密码账号 还有信用卡的这一些的资料之后 你就可以指定说你要在台湾 然后指定哪一个巴西的某一个自动贩卖机 你可以指定一瓶可乐送给他 对 然后他会那个人拿到之后 会给你说声谢谢什么样 所以说其实 Online to Offline这件事情 不断的一直在颠覆我们的整个世界这样 那今年你自己本身最期待在CES看到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我会比较期待是华硕的产品 因为毕竟他是台湾的 而且是说其实华硕他其实他的这个 执行的速度是非常快 以台湾来讲 他发现商机到他整个执行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可以做出一个产品 比起台湾很多的业者来讲 他是速度非常快的 而且是他跟其他的品牌业者最大不同 是他有很深的技术能力 跟他有关于是工业设计 跟消费者的这种的需求的了解 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嗯 不过我们今天讲蛮多 是穿戴型装置的部分 就是今上10号报导说 中国品牌中芯 预计很快可能在今年第一季 就会有智慧表的生产了 像说你来看 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其实中芯希望透过像这样的做法 让自己摆脱二线厂的命运 然后希望能够挤进世界的前三大厂 因为过去我们想像中芯就是 山寨机的白牌这样 然后现在进入到穿戴型装置 他如果能够挤进到穿戴型装置 其实对他自己是大有提升 可是整个市场上会不会因为 像中芯这样中国品牌的接入 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我想第一个不只是中芯通讯 甚至华为这边 其实在今年都会陆续推出这种穿戴式的产品 那他们主要的主轴是在于 他们自己有伺服器 他们有很多的云端服务 其实都已经搭载在上面 所以你的穿戴式是结合这些智慧型手机之后 再结合你的云端有一些服务 这样去做一个connect 可是如果你单纯可以去看 其实在去年 大陆就非常非常多的穿戴式的这些手表出现 可是这些的手表其实都卖得不怎么好 就是长鞋买一买 可能到最后就很便宜 买一个可能一两百块人民币 可能就是大概五百块一千块这样很便宜 然后买一买到最后也不用 因为它其实不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说 第一个呢 如果穿戴式像这些的大厂进去玩 它有它的配套服务 可是如果我们HTC下去玩呢 它可能就没有后面的一个相关的配套服务 服务其实蛮重要的 是然后可能搞不好华硕去推还比较有服务 因为其实它云端相对是我们台湾里面做的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CES里面 如果你从穿戴式去看 我们认为它的价格会很低 在消费型这边 然后呢 如果你不绑服务 人家消费者今天用完可能明天就不用了 那一定要把消费者lock in 就是锁起来 也就是说让它用了你的服务之后 它就离不开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一直在谈 像Google Galaxy这种产品 因为这种产品才有可能破坏式的创新 因为呢 虽然我们很不习惯 你可能戴一个眼镜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电池波一直在动 可能会当心有脑膜等等 或者是电池容量太小等等 会有很多的毛病 但是呢 它给你的是一个破坏式的创新式 第一个它会有所谓 大家看到的是所谓的扩真实镜 所以以后你可能看到101 你就知道每一层都在卖什么 哇 对 然后呢 如果另外一种是Sony推的 那个是头戴式 它不是眼睛式 它是整个戴进去的 那个叫虚拟实镜 也就是星际大战 你就变成里面的一个人物 所以它的创新是可以让你可以 生力其境的感受 所以它会颠覆我们现在的一个体验 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智慧型手机 然后看东西找东西 它的体验会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产品 它在今年会陆续的出 可是它绝对不是大量 因为服务这些都还没到位 可是在2015年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是最耀眼的一颗星星 所以相关的服务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成气 就是刚才老师讲的先见之名很重要 你才能够把握最好的时机 赶紧先切入 先在市场上先有所卡位 但像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雅琴 他自己的预测 他说穿戴型装置 他认为在未来五年之内 都不会成为市场主流 像老师你来看 需要等这么久吗 我不同意 我觉得因为它是微软 因为微软在手机上 没有什么样子的 让人为之眼睛一亮的一些的服务 我不同意 我觉得 因为我们必须要 什么叫做先见之明 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件事情 后手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当你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低价手机进来 搞不好以后连发科会有自己品牌的手机 鸿海会不会做自己品牌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进来之后 肯定手机的市场已经逐渐的饱和了 硬体本身发展就差不多到这样子了 没有错 硬体差不多了 硬体如果差不多之后 就有两个方向去走了 一种就是所谓的软体服务跟云端的服务 另外一种就变成专用的应用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有台到说O2O的应用 在这一次CES的展测中 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云端网络的数位服务 从虚拟的地方走向了实体了 今天不管是3D列印也好 是车用的也好 是穿载的也好 都是摸得到看得到的地方 大陆甚至还发了11张的 虚拟营运营商的执照 像是阿里巴巴跟京东 都拿到了这个执照 我们说未来的应用会越来越多 因为重点已经不在手机本身了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不要讲手表好了 因为我觉得O2O里头 手机跟手表 只是在真实世界中的两个器材 我觉得未来的智慧生活 走的是一种instrument driven 就是所谓的设备驱动的 一种商务时代要来临了 举个例子来讲 譬如说我们在家里头的电梯 还可以看到抄瓦斯电表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虽然赶快照一张相 什么时代呢 还用这么原始的方式在查电表 以后如果电表里头有4G的发射器 其实这个电表 一天24个小时每一分钟 都可以把他的用电量送到云端 服务上去 我甚至还看到一个叫做云端体重剂 说明主持人会喜欢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平常量的体重都叫毛重 净重的话你一定要把衣服给脱掉 对对对 于是他就把这个体重剂 放在你的浴室里头 当你都没有穿衣服的时候 不好意思 那这个因为你没有比 所以你在量完体重之后 你的体重就透过了4G或WiFi 传到云端了 那什么叫做4G的商机 你说体重机是不是商机 电表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商机 那未来可能还包含你的这个家电 包含你的冰箱 包含你的冰箱的这个 跟电子商务的结合 我发现未来真正伟大的商机是4G 打通了云跟端的任督而满 一旦打通了之后 就代表在地面上 而且很多人的服务 因为云端的关系 很多的工程师的饭碗没有了 以前我要自己做Email的 我要自己做主机房的 通通上了云端了 那些人做些什么呢 我们觉得4G等于是一个 解救这些工程师命运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因为它打通了云跟端的任督而满 剩下那些工程师 可能就会被电冰箱公司 被这个车子汽车公司 被体重器公司 被这个血压机公司聘走 做什么呢 做那种端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先见之明在于 我们认清了后手机时代的来临 这一次的CES的展览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把很多的手机的应用 用到了车子上面 用到了穿载科技 我觉得这是一个证明 所以这真的未来就是一个科技生活 不过真的这个产业变化实在太快了 我们现在才1月2号 然后说很难想象到了今年12月31号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不过非常谢谢今天三位来宾 为大家先来做一个趋势上的预测 也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不管由头干法 你需要独家SEP穿透技术 法细胞 穿透洗净 法根强劲 保龄腹井